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收听自由亚洲电台的中国热评节目 我是和平 这个星期中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持续恶化 在官方统一发布的确诊和死亡病例成倍增加之后 最早被中国警方以造谣罪名训诫的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医生李文亮 不幸因感染病毒去世 引发中国社会舆情的愤怒和我要言论自由的民间呼声 继湖北武汉之后 目前已有天津 南京 郑州 福州等多达五十余座主要城市和辽宁全省 先后采取了封闭措施 疫情面前各地的人口隔离似乎也正不幸演进城强制收容 而在信息瞒报 生活医疗物资救助不足的民怨背后 中国的公民和知名学者相继发声 公开谴责习近平治理无能 应引救下台 那么这场殃及全国乃至世界的公共危机 终将酿成什么后果 又应该如何问责 这次节目我们就邀请经济学者夏业良先生 自媒体历史学者 时政评论人士江峰先生 与您探讨一下这些话题 我们也欢迎听众和观众朋友通过自由亚洲电台的网站 以及我们在Facebook脸书 推特和YouTube上建立的专门频道 观看节目并且发表您的看法 那么欢迎两位嘉宾 谢谢二位 各位好 夏业良先生 夏教授好 和平先生好 各位朋友们好 谢谢两位了 那么夏业良先生 我想首先请问一下 就是李文亮医生的去世 确实目前在中国的舆论当中是处在了风雨浪尖的位置 他也是应该说最早 八名被武汉警方以造谣罪名训诫的医务人员之一 那么您感觉他的生死 为什么目前引发中国舆论这样强大的反响 说明了什么样的问题 他是武汉最早在自己的同事群里面 同学群里面议论有关SARS 当时还不知道这个叫新型冠状病毒的 八位医生医务工作者之一 他本来是在内部对这个真实情况进行描述 结果后来被警方传唤 而且还在一个认错书上签了名 就是说以后保证不传谣不造谣什么的 然后这个事情之后又把他派去参与了防疫方面的一些工作 让我们感到不太理解的就是他是一位眼科医生 怎么会派去跟传染科这些病人打交道 这到底是不是官方的一种有益的实际报复 我们现在不是特别了解这个情况 当然有人说他在接触一个眼科病人的时候 通过眼科也可以传染感染这样的一个病毒 但是不管怎么说 他的这个趋势 我们感觉到这个可能官方呢 本身没有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遗憾 而且他们轻描淡写的说 这次整个的疫情那么严重 死的人很多 好像他死也不足为奇 但是你想想 他如果他当时 他们八个人不被作为这种造谣来对待 而是认真的研究他们所说的这情况的话 让更多的人知情 那么这个疫情还会发展到像今天这么严重的地步吗 另外他的死 就是本身也很蹊跷 他住院以后这么长时间 治疗 现在据说那个那种特效药 已经到了武汉 已经在金银潭医院 给七百七十多个人开始用了 为什么没有给李文亮先生用上这样的特效药 这是让我感到怀疑的地方 好的 那么江峰先生您的看法 据说武汉警方当时训诫李文亮医生的这个消息 获得过六十多万人的点赞 但是随后我们也看到 无论是武汉封城 民众的求医污门 强制被驱赶等等 似乎中国的民众并没有集体公开表达不满 那您认为为什么这一次李文亮医生的去世 能引发这样强烈的舆论反响 对事实上是当初这些无数痛斥李文亮医生的谣言的这些人 这些网军们这些义愤填膺者们 现在又突然的合起手来成为了一份正能量 又成了和这个李医生一样敢于发声的这些斥责中共体制 斥责那些贪腐官员们的正能量 成为了跟他一样的英雄们 我觉得这是中共整体社会上的一种悲哀 我觉得我在这个世界上我有这么几个观察点 有一点我非常赞同就是夏宜良教授刚才的一点疑虑 就是为什么现在美国的特效药已经到达了中国大陆 而且是在2月3号这一天已经正式的开始在北京的中日友好医院进行临床了 我们知道在美国的这一例病例是在当天使用第二天 就开始产生了明显的好转 那么为什么作为这个这么有名的这么一位这个讲出真相的这一位 第一位的这位英雄医生 为什么没有得到这样子的医疗资源 这些医疗资源到底是被谁占用了 那么那270位的这个病人的这个选出的依据是什么 另外我觉得李文亮医生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 让我们观察的一个角度就是什么 李文亮他的去世并不是直接产生了所有的 激起了大家的义愤 大家要注意到在这个事件里面 中共官媒起到的作用 我之所以这么说呢 是希望大家留意到一种现象 就是在中共的这个整个的70年发展历史上 中国的民间包括知识分子们 都在抓紧着每一个细小的看到的中共体制的一个缝隙 而勇敢的发出自己的声音 而不是主动的站出来发出自己的声音 为什么他发现比如说吧 这个这个反右之前 反右之前是因为发现了中共给了一个口子 大名大放了 好似乎是中共有一个态度的转变了 所以我们赶快发声吧 那直一直到后来 几乎每一场大的政治运动 大的这个民主运动 民主风波之前呢 都会有这么一种现象 就是大家发现呢 中共体制并不是铁板一块了 可以发出点声音了 这次咱们也注意到就是这样子 你像财新 甚至人民日报 环球都有关于李文亮的正面的一种说法 人民日报就直接就是发文 类似叫悼念文一样的了 这说明中共这个体制真实的开始发生一种崩裂的现象 那么只有这种崩裂的现象呢 出现之后呢 民间更多的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我们要大家注意到 这是一种这个李文亮医生去世之后的 一种政治的一种趋势 政治的一种发展方向吧 这是我对李文亮医生去世的这么一个思考 好的 那么夏一良先生 您是怎么看待刚才江凤先生提到的这种 中国共产党的这种体制 一旦遇到重大公共事件的时候 往往会出现某种允许 或者说是民间被封闭之后的这种爆发的缝隙 应该说无论是目前官方的统计数字 还是这样众多城市实行的这种封闭式的管理措施 那么疫情呢 远远超过普通人所能够想象的程度 您是怎么看待在这种情况下 疫情到底有多么严重 这个疫情呢一开始是被官方押注的 我们得到的这种信息是国务院系统 一开始是打算把它像当年萨斯一样进行 这个布置安排进行防疫 但是一直迟迟得不到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的批准 也就是习近平不批准的话 李克强也没办法做 所以后来呢当疫情越来越严重 实行封城也没有办法遏制这个疫情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可能习近平希望李克强出面 去解决收拾这个烂摊子 但李克强呢也是希望把这个真相呢 稍微撕开一点 让外界知道 他不完全愿意去背这样一个黑锅 后来虽然中央这个搞了一个 成立了一个所谓的领导小组 让李克强当这个组长 实际上让他背黑锅 但是呢李克强到武汉去之后 这个大概可能民众对李克强去武汉 表现了一种赞赏的态度 所以习近平呢又生怕这个功劳被李克强抢去 所以他自己主动的向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 这个坦白说这个防疫这个事情 武汉这个疫情从一开始 就是都是他自己亲自指挥和亲自部署的 这样的话实际上像外界暴露一种真相 就是说疫情发展到今天这么严重的程度 就是习近平在最主要的责任在习近平身上 那么刚才江峰先生提到了 说这个为什么官媒也有一些撕开了一些小口子 也有一些抱怨和不满 因为这个中共的这些宣传机构啊 他也不是说所有的都控制的那么严密 那么有一些这个国务院系统啊 现在可能包括党内的一些高层 对习近平还是这次他的处置啊 有一些内内心的不满或者是一种积怨 这种积怨的可能部分的由少数媒体 比较温和的或者是婉转的批评表现出来 这是我的理解 就是说并不是说中共达成一致 而是说呢 这一次呢在有些问题上还是有一些不同的态度和不同的声音 好的江峰先生我想请教一下 就是目前网络舆论啊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啊 那么普遍来说呢 中国当局这样采取强制性大规模的这种封闭措施呢 应该也是无奈之举啊 但是从最初的这种封城堵路啊 到目前啊 强制性的这种收容的动作啊 那么很有可能呢会引发一种人道性的危机啊 您认为这样的一种强制性的措施啊 能不能有效在继续控制这种疫情的继续蔓延呢 对是这样子的 有不少一种说法吧 就是说你就算换到美国对待传染病 你不也是采取隔离的办法吗 那为什么你们美国可以隔离 我们中国就不能隔离呢 实际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社会问题啊 这个免疫啊 这个治理传染病啊 它不光是一个专业问题 它还是个社会治理的问题 在中共的体制上 它比较所有的事情 它比较喜欢简单化 比较喜欢简单化 那么下级官员呢 看上级官员的脸色 政治正确是第一位的 比如说就说封城吧 封城实际上 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社会的一个动作 刚才这个和平先生说了 会不会引发一个人道危机的这么一个孤立 可以说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人道危机了 瘟疫能带来多大的伤害是有限的 那我们知道这个病毒啊 你就算是真的不治理的话 病毒到了夏天呢 它也就会走了 这种冠状病毒 是吧 它会自然的会减轻 它是一种自然现象 那么在这个整个的过程中 你在应付这种突然到来的这种灾难的时候 你采取的一种社会动员机制会怎样的顾虑到人民的利益 这是最关键的 也就是说这个体制到底是官本位还是民本位的 在美国的话呢 它这种治理机制除了在这个疾控中心CDC的这个专业指导之下呢 它有各方面的整个公民社会的支持 它包括公民本身的自救能力和自救组织 自发组织 政府起的一种导向和这个协调作用 那么在中国社会呢 它起到了什么呢 所有的公民社会所具有的细胞作用在这里是丧失的 大家对政府 对叫组织呢 所谓叫信任组织嘛 是一种完全的依赖性 包括现在武汉的全部的这些大的这个能治疗传染病的 都是体制内的大医院 这些大医院呢 你看为什么现在口罩那么齐缺 因为它所有的这个后勤这个物流啊 原来是依靠像卫健委啊 武汉市卫健委啊 湖北市卫健委 乃至中央的啊 这个最高的这个卫健委的统一的调度 如果这一旦灾难来以后 这种调度马上就丧失了它的功能 就导致整个医疗体系的一个瘫痪 社会上也是这样子的 你一直到刚才夏教授说了 你这一直是隐瞒疫情 到了最后你才把这个东西拿出来的 你现在一拿出来 简单化的就把它进行了封城 你封城前一天 前两天嘛 21号那天还在歌舞升平 省领导还在进行团拜会 大家喝茶看演出 据说演出的现场 演员已经是发烧了 就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还在看演出 那么好 市民得到的印象是什么 这场疾病根本不算什么 根本没什么了不起的 所以他们在自己的生活设施上 甚至在这个对抗医疗的心理上 根本没有任何的准备 更不用说你突然封城 不准踏出小区 所造成的那种黑暗的这种恐惧心理 那是非常大的心理的 另外呢 比如说很多 你早点通知 我们知道有很多这个高血压病人 糖尿病人 他是要定期出去 到医院看病拿药的 这一下子全给人断掉 你就等于在杀人 不准出来 对不对 还有相当多的 这个我们知道的 像隔离 医疗资源一旦缺乏了以后 很多的这个病人 他没有办法进行 这个有限的医疗资源下 没有办法到医院去 接受救护 怎么办 自我隔离 回到家中 在西方在美国 有很多人为你服务 除了医护人员以外 还有大量的义工 Volunteer 美国是这样的一个自助社会 但是在中共这里边 你就必须要等 组织上对你的一种施舍 组织上达不到这种资源的 一种给你 这个给予你个人的时候 你就处于一种什么 孤立无援的一种状况 所以一旦自我隔离 回到家中的时候 家里病人怎么样隔离 跟没有得病的健康人 怎么样在一起生活 没有一种宣导 没有一种公共宣导 每个人在隔离的过程中 都成了被传染的对象 扩大的一个机缘 这就是现在这个封城的一个 细化到每一个城市里 讲 更可怕的是 这种模式在不断的被复制 到了南京 到了杭州 到了黑洋 到了哈尔滨 这一线的这个省会城市 几乎都被覆盖 都是这一种类似的这种 这种完全依赖政府资源的这么一种社会 这这么一种形式 这种隔离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真的让我们想到当年这个大约禁时期 就是这样的 你说饿的饿死多人 历朝历代都有瘟疫 都有旱灾 只要你让老百姓出去逃荒 基本上一天一晚周 快的插上不倒 就能够就不饿死人了 对吧 那现在后来是什么情况呢 后来叫河南西洋事件 就是这样子的 封村封路 不准出去 因为你出去的话 你就不是太平盛世了 你不是母产万金了 这个官就没法当了 所以就给你封路 活活饿死 今天不就是当年大跃进这种大饥荒的人道危机的再现吗 好的 夏一良先生 刚才江峰先生提到了一种社会层面 遭受灾难以后的一种无助 那么我们也注意到一个现象 就是可以说这样被称作黑天鹅式的这场灾难 中国一些具有公众影响力的知识分子 开始表达一种权力意识方面的呼吁 显然他们也刚才像江峰先生提到的那样 不单是单纯的在反思这场瘟疫 而是在全面检讨中国近年以来 内政外交法治与人钱等等各个方面的问题 并且还要求追究责任 您是怎么样评价这些学者的行动呢 首先我们分两个层面去说 一方面就是说在一个正常的开放的社会里边 每一个公民都应该有表达和获得信息的自由的权利 而这一点在中国经常被剥夺 尤其是互联网 在疫情这么严重的情况下 如果互联网是开放的是自由的话 获取信息的手段是多样化的 那么民众也会消除一些恐惧 从世界范围获得更多的资源 包括口罩啊 防护服 护目镜等 全世界各个方面都会源源不断地向中国提供 但是如果封锁了互联网 这样的效率 整个的这种知情面就大大的缩减 所以有一些中国公民翻墙以后 获得了非常广泛的信息 在这个防疫过程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作为学者呢 本来知识分子的天职就是批评政府 限制政府的权利 但是在中国知识分子如果敢挑战政府的话 就会被政府先是边缘化 然后呢当作敌人来对待 像我本人和相当一批的知识分子 都是这样的一种典型 一开始我们都是积极的所谓建言建策 就是说给中央提供一些建议 提供一些参考方案 但是他们经常是置之不理 因为他们所关心的就是他们那个统治集团的利益 那么对于公众利益 他们有的时候可以完全漠视 如果你说的激烈了 那他就当作一己力量来对待 所以他们一旦出了事情啊 他们不是首先想的是要解决问题 而是要想到那些提出问题的人 他要把那些提出问题的人来解决掉 你像这个这次的李文亮医生 就是属于这种 就是说本来呢李文亮是一个普通的医生 如果他不再事先提出这样的一些 到他还没有公开的提 只是在小范围里边描述了他们医院 这个隔离病人的情况 只是说有可能有七个人已经得到确诊 是类似萨斯那样的传染疾病 但是就这样的话就犯了大忌 然后呢把他当作敌对分子来进行处置 虽然这次呢在大家公众的呼声下 并没有真正把他当作敌对分子来处置 但是一开始呢 那个警方传唤他们的时候 是有这样的一个打算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在中国虽然经历了萨斯 但是中国的这个公共卫生 应急和处置的机制 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而且这次似乎在很多方面 比上次还要糟糕 从反应的这种机制模式 和这个行动的效率 整个社会的动员 还不如17年前 所以呢为什么大家对习近平的 这个刚愎自用有这么大的意见 就觉得他这个无能胆小如鼠 就是贪生怕死 你看武汉疫情发生到现在 他从来不敢现身于武汉 这就说明了他这个平时 过去讲那些大话 什么静无一人是男儿 那种豪言壮语啊 真正遇到重大的情况出现的时候 他自己也是那种胆小如鼠 并不敢上去做勇士 做烈士牺牲 对吧 所以呢其实我们看到 这次武汉疫情中的真正的英雄 大家说这八个人 一开始这个暴露一些真情的八个人 就是英雄 而李文亮现在更是非常确定的 他为这个事情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所以我们一方面感到愤恨 感到可惜 另一方面呢 我们要质疑这样的一种 中共的统治模式 和目前这样的一个低效的 反应机制和反应模式 好的 那么江峰先生应该说 中国网友的眼睛啊 确实是血量的啊 他们注意到了这样一种现象啊 就是美国日本韩国等等呢 无论是公开无偿的这种医药援助啊 还是这种撤侨飞机呢 同时运送大批的援助物资啊 但是这位习近平呢 从来没有感谢过 但是朝鲜啊柬埔寨这样的一些 长期依靠中国援助的国家呢 那么在这个时候表演作秀 哪怕是只写一封信呢 都被习近平称作是感恩戴德 您是怎么看待习近平啊 在这次灾难当中啊 应该要亲自承担多大责任呢 刚才这个公民上书的这个问题啊 我是这么一个看法啊 首先呢大家像刚才夏教授说的 的确是一个非常准确的一个问题 就是这样的 在这种体制下呢 它是不准许这个不同的生意出现的 但我们想嘛 一个当然尖锐的一种批评 不允许的时候呢 那么可能就会有温和的批评 温和的批评在这个胡锦涛时代还是有的 那么到了习近平时代 连温和的批评也不允许了 那么就什么 这是万马其音了嘛 天下都不敢说话了 当人们都沉默的时候 那么世界上只能够有一种声音在流行 那就是谎言 对吧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 这次瘟疫最大的灾难 中的社会更大的危机 这个也是同时也是他们执政党 这个执政机制的这个更大的危机的到来 那么现在我是觉得 这个想法是这样子的 即使是公民上书要求习近平下台 那么习近平下台之后会换回来什么呢 王近平 李近平 是不是 我觉得是不是到了反右的时候 一大批的高级知识分子被打倒了 哎呀 他们是戴眼镜有文化的人 跟我没关系 到了文革的时候呢 打的又是那些这个黑五类 打的是他们跟我们没有关系 就一点点的过来了 对不对 到了六四的时候 就他们学生闹事嘛 我们不闹不行了吗 我们一样在家里可以稳定挣钱呢 打了信仰者 打到法轮功的时候 全国一亿的法轮功都能够被迫害掉了 那你说他们还不发声 最后不就轮到自己 所以我觉得这个体制教会人的是什么 第一 我用谎言治国 第二呢 我在不断的逼迫你们 出让你们的公民权 所以到隔离的时候 我不让你出门 我自动放心 我们都是为了国家好 我出去可能会成为别人的负担 当他这样的一点点出让的时候呢 这个社会就失去了最终的一种 社会的生命权 整个国家的生命权 我觉得公民上书最终的意义是什么 要唤醒大家的公民意识 整个公民都要起来 就像所有人一样 都必须像李文亮一样 尽管李文亮 他只是说发微信 发微博 发到自己的朋友圈里面 他并没有站到大街上 大声的疾呼 向公民们说 我们正在面临着一场灾难 但即便是这样 就说了这么小小的 这么一句真话 他就能够成为今天的英雄 所以我们不要 等待高级知识分子 我们也不用等待公知 我们更不用期盼的 一个英明的领导的出现 来换下一个 不那么英明的 甚至是暴力的 不让世界欢迎 不让自己的人民欢迎的 一位领导 我们现在期望的是什么 第一 改天换地 怎么样改天换地 就从我们自己换起 我们自己每个人出来 要回我们自己做人的权利 做公民的权利 我们每个人做回李文亮 我们就在朋友圈里面 说我要活下去 这个制度他就害怕了 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意义 江峰先生 您刚才提到了一个 非常本质性 关键的问题 就是中国的政治体制 毕竟还处于 共产党领导一切之下 但是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就是随着这种疫情 继续扩散 我们不知道 它是不是属于季节性 还是属于病理性的 那么您认为 如果疫情得不到控制的话 那么中南海内部出现 某种政治动荡的风险 有多大呢 即便疫情能控制的话 现在中南海 已经是风雨飘摇之中了 我们知道这场疫情 实际上是最后的 重重的致命一击 实际上在这个重重的致命一击 我们一直到2019发生了 两件特别大的事情 一个就是香港反送中 香港反送中 在这个国际金融城市发生的 他那里的这些年轻的 这些抗争者们 他们的无畏 他们的对这个共产体制的 真实的认知 和他们智慧的这种抗争的办法 他们对国际社会的这种联动 他们在这种街头运动 跟议会运动有机的结合 他们的这种政治智慧 是我们未来大陆公民社会 我们的公民运动 所去学习的 这是2019发生的一件大事 第二件大事我们知道 就在整个国际上以中美贸易冲突为标志的 整个西方社会对中共政权的一种彻底的清醒的认识 已经在开始 我们可以说是一种大觉醒的开始 这种觉醒不仅是在经济方面的 也包含了整个的政治军事领域 甚至是整个的信仰领域 为什么说信仰领域呢 大家已经发现了 实际上中共的这种无神论 实际上是跟整个的西方的普世价值 跟整个西方的各种的宗教 跟大家的信仰 道德是完全相悖的 所以这是一种大觉醒的时代的到来 在这种大的国际形势之下 在中国已经有香港这样的局部的抗争的 出现的这种大的形势之下 其实中共再加上自身的这么多年走过来的政治经济 它的体制跟自己的这种经济模式的彻底的矛盾 所以它现在自己已经是风雨飘摇当中了 换句话说 瘟疫不到 它也要倒 好的 那么夏一良先生 刚才江峰先生提到了这种瘟疫 如果得不到控制的一些后果 我们看到的一些现象非常令人担忧 应该说 因为中国采取这种所谓封闭式管理的主要城市越来越多 而且春节之后 我们都知道这种反攻开学的日期被一再的推迟 那么如果说这种疫情持续在未来几周继续蔓延的话 那么您认为对于中国经济自身 甚至乃至于全球经济会造成什么样的冲击 根据我的比较应该还算是保守的分析的话 我觉得这个疫情可能会延续到8月份 如果这个特效药如果是那么普遍的被采用 可能会让这个周期缩短 但是如果要是讲真的延续到8月份的话 那对中国经济能造成重创 我相信这个疫情本身就能使中国的GDP降低1到1.5个百分点 再加上中美贸易本身 加上中国经济自己的机制出现了问题 然后它本身的这种衰退现象加剧 可能再贡献另外1.5个百分点 合计在一起可能会下降3个百分点 而官方我估计不会愿意披露这样的真实的情况 他们统计局的报的数字 可能会按照官方所设定的目标 比如说官方说要保6 他们就能够达到6的目标 如果说保5的话 他们一定会超过5% 所以我想官方不管他怎么做统计数字的文章 但是真实的下降是一定存在的 而且这次的对经济的影响 比上次萨斯对经济的影响更加的严重 萨斯那时候当时已经受到了 大概1.5%的这样的一个影响 但是官方的数据却说不但没有受到影响 反而增长 所以这个官方的数据当时受到了 国内外学者的普遍的质疑 所以我想这个数字是一个方面 另外你可以看到的一个直接效果 就是现在整个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态度 从经济贸易层面上升到国际战略 甚至军事对峙的局面 这种新冷战的这种格局慢慢在形成 而且中国和俄罗斯 伊朗 朝鲜之间的这样的一种 类似于同盟的关系 在我看来就有点类似于二战之前的那种 邪恶轴心国的形成 那么这种做法的话 显然会使得世界上更多的国家加入到 对中国保持高度警惕 防止中国渗透和扩张 以及对中国采取很多从经济技术到军事 战略各个方面的这种防御 我觉得这个方面可能使得中国 会遭受更加多的这种封锁或者压制 那么其中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脱钩 这种脱钩过去以为是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了以后 可能会造成一种被迫的脱钩 而现在看来主动的脱钩的可能性更大 江峰先生您认同夏野良先生的观点吗 如果我们看到几个星期 如果看不到疫情被有效得到控制的话 那么这种国际局势 是否会出现与中国脱钩的现象呢 夏野良教授是经济达人 经济学者 他分析的是非常准确的 先生我一直在经济方面 是经常想向夏教授去讨教的 我觉得他对8月份的判断 实际上是我们俩应该有不约儿童的一种 相同英雄所见恋童吧 这是一种延续性的 咱们知道这个病毒萨斯的时候 是在那年的7月份最后说消灭的 才已经是进入了夏季 这种冠状病毒 这种类似流感的这种病毒 到了六七月份的时候 它是会非常弱化的 他们都说这冠状病毒怕高温 这是一种自然现象 那么回头来说这个经济现象 它并不会一下子结束 咱们注意到前两天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韩国的现代汽车的本土生产线停产了 为什么 就是因为它对中国的生产配件公司 生产配件工厂依赖性太大 咱们知道现在在武汉有分厂 它在北京都有三家分厂 那么它的这些配件供应不上去后 在韩国的本土生产的受到了严重的制约 那么就停产了 我觉得这只是多米诺骨牌推倒了第一块 整个在世界的生产制造领域 原来就把中国作为一个供应链的最重要的一环 如果当中国的这种依赖出口 依赖这种加工企业的这种经济模式 这种完全可以容易复制的这种模式 我这么说容易复制的模式 就是它没有真正的这种民族品牌 没有真正的发展自己的科技的情况下 越南可以取代它 印度也可以取代它 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都可以成为它的竞争对手 把它拿走是非常容易的 在这种情况下 世界的供应链原来有的舍不得走的 现在也不得不走了 什么时候开工还不知道呢 你推迟的这种开工的话 对中国来说可能是小的配件厂 而对于整个的世界生产结构来说 它可能就是更致命的打击了 所以他们不能够冒这种风险 让自己的整体产业最终的产品失去生产能力 所以他们会在最短的时间内考虑撤出中国 这种产业链一旦撤出了以后 我们知道这个产业链形成 是中共这二十多年三十年来很不容易积累的这么一点家底 这一下就全给败光了 生产链移出以后再移进去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这个采购者国际资本的这种投入 他是有一定的这种 他在一个地方呆住里面 他是不愿意动的 因为有配套的这个供应 如果说中国的供应链一旦撤出以后 中华民族这个民族这个国家 在短时间内再抬起头来的这个机会就小了很多 在政治上的风险也在巨大的增加 现在已经是咱们知道这个在团拜会之后 一片喜洋洋的气氛之后 中共的政治局的几个头目就纷纷神隐了 都在这种巨大的国家灾难面前 这个金字塔顶得最高的这几位领导人物都神隐了 这个国家你说现在到了一种接近无政府状态了 习近平和李克强在权力上的不得不分工 对习近平来说是双刃剑 他分出去李克强把他所有的小组组长都是习组长 对不对 唯一的这个免疫小组 这个抗病毒小组 这个抗疫情小组成了这个李组长了 对不对 这个东西分出去对于这个习近平来说是双刃剑 李克强能不能成 很难成 因为这个瘟疫啊 人是胜不了天的 对不对 你只能在中间进行更好的协调工作 但这个我们刚才没有说了 这个体制不是某个人能协调 能协调完成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弊端 那么好 那么李克强面对的就是什么 有可能巨大的失败的风险 那这样好 习近平就有了回旋于地来收拾残局 在政治上有退步 对吧 但是不管成还是败 李克强只要走出来了 在政治上就形成了 客观上形成了这个习近平的一个对立山头 就有了另外一种独立出来的 跟他平起的拥有比较大的一种调配能力的政治力量 另外呢我们说这个瘟疫啊 还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什么 它让人呢不得不离开了 你想团结在习近平的周围 那你得戴口罩了 你得把自己的面具戴起来 你才能团结到习近平的周围去 这对于这种中央集权的这种国家 这种政治体制来说 是多么大的讽刺 也是多么大的威胁呀 所以我觉得在整个政治和经济 在对于这个中国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来 是风雨飘摇 是这么一个情况 好的 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 我们感谢各位嘉宾的点评 也感谢听众和观众朋友 欢迎您继续通过自由亚洲电台的网站 以及我们在Facebook脸书 推特和YouTube上建立的专门频道 观看自由亚洲电台的其他节目 并且予以转发点赞 中国热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何平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